生活在梦里,找不到真实的自己,每每感叹自己的人生不得已,看着别人一点点的进步,我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,我仿佛生活在别人的光环里,看着那些不属于我的光环,我越是无奈,年少的青春啊,谁会没有遗憾,找不到最后的归宿,然后,一点点沉淀,沉淀,直到覆盖了我的心, 过去只是经历,现在是尝试,心态安好,则幸福长存,看待那些事情,平静而特实地经历生活的起落,相信你会生活得更好,快乐活在当下,静心就是完美,总有一天,我们都会和曾经拥有的一切永别,经过的无论是多么美好,最后终究只是一份记忆,得到的即使不如意,那么这也是上天的次。 人,也许必然要学会坚强,即使有天坚强被现实击破,也要带着坚强的碎片继续狂奔,心态安好,则幸福长存,人生,一一份温暖前行,该有多美,人与人之间,多一些关怀相随,该有多美,于无声处,是一颗淳朴的心, 做一个善良的人,该有多美,积极流年里,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,又该有多美,我们常常费尽心思,想各种沟通技巧。 而其实,世上最管用的沟通方式是,打开心,直接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,将内心最真实最为难最焦虑最渴望的想法透彻的说出来。 不遮掩,不顾忌,不粉饰,不找借口,勇于面对,勇于发行,勇于承担,这才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,而不是停留在言语上的表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